中国税制改革的主要历程与成就 可分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历程 1978年至1993年财政包钢下的利改税 1994年到2011年 施施并完善分税制 2012年至今构建现代税收制度 第一轮改革 1978年至1993年财政包钢下的利改税 改革的目的放权烂利 激发各方面的改革积极性 改革的内容两步利改税 第一步 1983年4月 将所得税引入国营企业利润分配领域 把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的利润 逐步改为缴纳税金 第二步 1984年9月 将国营企业原来上缴国家的财政收入 改为分别按照11个税种向国家缴税 改革成就 确定了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主体地位 形成了税收国家的基本局面 在很大程度上理顺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分配问题 极大的调动了地方与企业的积极性 改革留下的问题 两个比重迅速下降 也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与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 中央宏观调控缺乏财政保障 第二轮改革 1994年到2011年 施施并完善分税制 改革的目的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体制 解决两个比重下降的问题 改革的内容分税制 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 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的流转税制 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 建立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 搭建新型的税收体系 按照税种统一划分 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贡献税 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 分设国税和地税两套征收机构 改革的成就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逐步提升 可见这一个示意图 二 中央财政占财政收入比重 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迅速提升 三通过提高两个比重 极大的改善了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 搭建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 财税体制 第三人改革 2012年至今 构建现代税收制度改革的目的 建立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财税体制 促进税收制度 优势更好的转化为税收治理的效能 进一步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 资助性 保障性作用 改革内容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启动六税依法改革 也就是专制税 消费税 资源税 环境保护税 个人所得税 房地产税和税收征管法 完善地方税体系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改革成就 营业税 改增值税 于2016年5月1日全面完成 资源税改革稳步推进 2017年12月 水资源税四点范围 扩大到9省市 环境保护税 于2018年1月成功实施 2018年3月 审计以下的国税 地税 机构合并 2018年8月 新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通过 2019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税法征求意见稿发布 2019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发布 改革的难点 房地产税等直接税内的改革进程 缓慢 困难 中国税制改革的几点经验 坚持 理论创新 不断深化改革 重要税制改革 都源于理论的创新 14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直接推动了分税制的产生与实施 18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重要认断 直接推动了现代税收制度的构建 19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梳理 总结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 处理好改革 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财税体制改革 牵一发而动全身 要稳步推进 先是点 再逐步扩为 推广 比如说 营业税 改增值税 坚持顶层设计 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原则 税制改革 要服务于整体改革 因此需要顶层设计 与此同时 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 因此 要鼓励不同地区进行积极探索 推动改革顶层设计 与基层探索互动 个人所得税改革 既有顶层设计 又充分尊重基层实践 与广大名义 坚持顶层设计 与基层探索相结合 明镜与基层探索层设计 心层探索层设计 咱 sont又常困俄计 还有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